虽然国内的失业率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有慢慢下降的趋势 但是中高龄失业人口却在不断增加 劳委会追踪过去三年 曾经领过失业给付的八千多名劳工 发现只有一半重新回到职场 其他人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53岁的刘小姐在公家单位当聘雇人员已经22年 两年前雇主为了逃避劳工退休金给付 就以人力缩编将她解雇 虽然她又在找工作 但是雇主都以她年纪大 没有适合的工作回绝她 也很多年轻人都失业 那我们这种中高龄一定 人家一看到中高龄就不要 人家都要年轻的 其实像刘小姐一样的劳工还真不少 根据劳委会追踪过去三年 在八千七百名领过失业给付的劳工中 只有一半重返职场 但新工作的薪资平均都少了六千四百多块 劳工团体认为 目前就业市场大多是派遣或临时工的职缺 薪资当然低于一般正值的工作 最近可能创造出来的就业是什么 创造出来的就业是一些低薪低阶的服务业 所以景气回程可能 如果说你从劳动位置的增加来看的话 那我们更想了解说是哪些劳动位置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失业率从去年十一月的百分之五点八六 到今年二月一定逐渐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七六 不过中高龄失业人数却不断增加 从13.9万人增加到14.4万人 所以很多的企业 他为了拿这些补贴 反而经用的一些年纪比较轻的 反而排却中高龄的就业 那这下来的话 便就是让中高龄的失业问题 在过去这一年来是恶化的程度更大 学者说这些中高龄劳工 大多是因为传统产业没落官场而失业 教育程度也比较低 根本无法进入高科技和金融产业 除非政府协助开办职业训练 培养他们的第二专长 否则中高龄失业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记者赖淑敏 印雷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